9月10日有多少带着困意看完苹果发布会的果粉 在当天下午摇身一变成为花粉欣赏起华为甩出的王炸 两大科技巨头在同一天举行发布会 时间的巧合令人玩味 看似华为在硬钢苹果 但整场发布会看下来 发现华为硬钢的何止是苹果 还有智能汽车领域的标杆特斯拉 2万元的三折叠手机 50万元级别的问界M9 似乎都是普通人买不起的样子 但抛开价格去看性能 无论手机还是汽车 华为新品的看点确实不少 本期影片小编就展开聊聊 华为新发布的问界M9 关于手机的内容 大家可以翻看小编之前的那期节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 读动中国故事 这次发布会 华为带来了两款车 问界M9五座版和智界R7 小编先来说说 最近销量起飞的M9 官方数据显示 M9上市8个多月 大定13万辆 最近几个月交付上来后 M9在7月的销量 更是达到了1.8万辆 在50万元以上的市场 基本没对手了 这次是新推了一个五座版 改动比较小 砍掉第三排 变成了标准的大五座SUV 后排的舒适性配置 还是给到位了 两侧都有腿托 靠背带电条 两个小桌板 加热通风按摩 也都带上了 五座版有意思的地方 是后背箱 它在地板上布置了两道滑轨 然后通过加配件 解锁各种玩法 比如你可以装个行李线位器 就能把箱包分开固定住 避免在车子里乱晃 或者装个定制储物箱 看看这一套 香槟 茶具 咖啡 一应俱全 优雅到可以直接出去摆摊了 还有库里南同款钓鱼椅 真就是50万的车 给你百万级的配置 可能也是为了匹配这个使用场景 这次后背箱里 多了车身高度调节按钮 车身最多可以降低90毫米 降下来人就更容易坐上去了 五座版的改动就是这么多 按理来说 五座版少了一排 价格应该便宜点吧 比如问界M7的五座版 就比六座版便宜两万 让小编有点没想到的是 M9的五座价格 居然和六座一模一样 还是46.98至56.98万 除了五座车型 问界M9还推送一次大更新 五座六座都有 对了 这次还加了一个猫头鹰 增强转向技术 可以减少车子的转弯半径 M9作为一台车长5.2米的车 现在最小转弯半径 能达到5.8米 和特斯拉Model 3差不多 如果是在冰雪砂石路面 转弯半径还能做到 只有3.4米非常灵活 它能做到这些 原理是前轮正常打方向 靠液压制动 把后轴外侧车轮锁住 再控制后轴内侧车轮反转 在年初理想2024款 艾尔系发布会的时候 也展示过类似的思路 让大车掉头更方便 这回看来又是问界先做出来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上的体验升级 中控旋钮原来要么调灯雨 要么调驾驶模式 现在还可以调节悬架高度 和路面辅助模式 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的更新是 原来屏幕流转 必须得进设置界面 现在可以用三指 直接在车机滑动 右滑到副驾驶 后滑到后排屏 左滑到HUD 上滑到大灯投影 当然最大的更新 还是ADS 3.0终于来了 关键是鸿蒙制行 所有的车都能升级 相比2.0 3.0能实现车位到车位的置架 从停车场上车开始就能用 在M9上还有自动泊车投射灯雨 这种新玩法 不错不错 就是要大声告诉对方 本车正在用置架 再来说第二款车 智介R7 作为市场上又一款Model Y杀手 这次R7不仅公布了内饰 还公布了预售价 有三个配置 26.8至34.8万 低配不带激光雷达 中高配是ADS 3.0 其中高配是双电机四驱 其售价比Model Y的24.99万 贵了2万 正式上市的时候 小编猜它可能会比Model Y便宜一点点 R7的内饰一眼看过去 熟悉 太熟悉了 熟悉到小编盯着看了10秒钟 也很难找出它和智介S7的区别 作为一台SUV R7主打一个大空间 有多大呢 于成东在发布会上说 他把副驾零重力座椅展开后 就是图中的这个姿势 关键是后面还能做人 R7的前备箱 还加了电吸闭合的功能 手指双击就能开启 这是把华为手机上的截屏操作 移植到这儿来了 有一说一 小编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好 因为很多电车前备箱的使用率低 根本原因是前备箱的打开关闭方式都太繁琐 远不如后备箱方便 智介加了电动的功能 前备箱利用率肯定能大大提升吧 不过R7前备箱容积是52升 真的不算大 你看小米苏7作为一款轿车 前备箱都有105升 而Model Y的前备箱更是有117升 这款车其他配置信息 现在知道的还不多 发布会说会有800伏 续航802公里 现在市场上 续航超过800公里的纯电SUV确实不多 小编猜R7的电耗控制能力应该还不错 而它还会全系标配空悬加CDC悬架 要知道智介S7可是要上32.98万的版本 才会给你这个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智介R7还是挺有特色的 它的兄弟车型 智介S7最近的销量表现不太好 就看R7能不能拉回来了 早在发布会之前 一张问界M9五座版的海报 就传遍了车友群 上面是两个朝向车位的折叠椅 中间还有一个可以升起的小桌板 经常开劳斯莱斯库里南的你 可能会觉得这有点眼熟 嗯 这不是库里南的蓝井作息吗 这两把椅子的照片一出现 就有不少人开始想象 他们在各种场合下的用途 这很正常 我们在面对一个新产品时 都会自然而然的思考 它们能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 具体到这两把椅子上 钓鱼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场景 就连问界自己都把钓鱼这件事 放上了PPT 实际上 用户如何使用这把椅子并不关键 甚至他们是否选择使用这把椅子 也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 这把椅子的存在 它本身就是一种豪华的象征 一种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 以及一种随时享受自然美景的可能性 劳斯莱斯的官网是这样写的 一键展开蓝井全席的真皮座椅和鸡尾酒桌 为遇见不凡者量身打造 品美酒佳酿 蓝美景无限 纵情天地间 静享奢华畅游之旅 你展开的不是椅子 而是属于你的江山 也许正因如此 问界才把它命名为山海作席 小编觉得上到50万元这价位的车 用户的需求早就超越了功能本身 更强调品牌以及产品带来的豪华感 这种趋势不限于汽车行业 早在功能机时代 就有了卖到十几上百万的V2手机 难道这只是人傻钱多吗 网络上就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 汽车行业最终会像手机行业一样 豪华感会随着供应链的日益同质化而减弱 最终转变为以功能性为主导的消费决策模式 然而汽车市场和手机市场有相似也有不同 如果说手机的工具和玩具属性占90% 道具属性占10%的话 那么汽车的道具属性则要高出很多 并且越贵的车道具属性就越高 只不过自主新能源产品近两年 在配置上的领先 以及它们所处的价位 让我们习惯了以配置论英雄 除了椅子还有储物箱可选 没错 问界M9的那两张椅子 说白了就是两个提供豪华感的道具 而这样的道具在问界M9五座版上还有不少 比如全新的迎宾灯雨凤舞九天 ARHUD上的昆蓬领航 还有持续升级的情景灯雨等 这些细节连同发布会上那些明星演员 还有于成东口中的企业家车主们 共同构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为车主们带来了一种独特的认同感 这与华为三折叠屏手机Mate XT所展现的 颜麦纹理镜头矿 乌金腰线如出一辙 它们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在面对23,999元的价格时 能够找到一些超越实用性的购买理由 这些理由往往与实用无关 而是关乎于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正如华为在高端手机市场所取得的成就 华为对问界品牌的期望同样高远 然而要达成这一宏伟目标 单凭科技配置所赋予的新豪华是远远不够的 这仅仅是基础 如今的问界已经迈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更加注重传统豪华元素的领域 而这不比做制价简单 小编觉得在华为不造车 帮助车企造好车的愿景之下 华为正赋能更多中国车企 迈向制价时代 也是更豪华的时代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